大家好 歡迎收看《轉國的義勇》 我是主持人徐國勇 今天是823戰役勝利第六十五週年的日子 蔡總統親自到金門出席紀念活動 其實蔡總統已經去過非常多次了 我也陪他去過 所以我瞭解他去過非常多次 不過這一次侯友宜也同台參加了這一個 來向我們823這些將士們致敬的公祭典禮 兩個人有短暫的眼神交流 還有加上問候引發了媒體的一個關注 當然就是因為在野黨還沒有完全完成大選的整合 所以大家對侯友宜的很多的動作 大家都會很容易放大來檢視他 是不是有所政治的議案 他今天跟蔡總統有這一個互動 所以大家都在想的時候 因為拉台聲量 除了自己的陣營以外 也可以利用其他陣營的人來拉台這個力量 所以每個人在拉台這個力量拉台這個聲量的時候 我們要來看看郭台銘 郭台銘他也在金門 不過我們看到他在金門 他會不會放過這個拉台聲量的好機會呢 顯然是不會的 因為他在822823的前一天 他就已經先跑去金門 而且他的動作非常的大 似乎大家都認為他是在挖牆角 那有沒有挖成功呢 似乎蠻成功的 我們看到金門唯一的立委陳玉珍 還有金門的議長洪雲典 兩個人不只接機 陪伴參加造勢 吃飯的時候 兩個人一起幫忙夾菜給郭台銘 那種互動是極為親密 我用極為而不是非常而已 極為親密 所以我們看到了 徐耀昌2.0版3.0版 是不是又要出現 所謂的出現 那就是國民黨是不是又有人要脫黨了呢 甚至議長還口出說 國民黨四分五裂也沒什麼啦 沒什麼了不起啦 這又是什麼意思呢 那柯文哲今天沒有到金門 是不是他在躲郭台銘怕被併購呢 或者是一個不小心 整個黨都被郭台銘給吃掉了呢 這一些都值得我們大家來探討 今天又有一個新的民調出來了 這個民調那沒有意外的 耐清德又拿到了第一名 而且也衝破了四成的大關 這個四成的大關 那就不是只有一個民調囉 今天的這個民調是您傳媒的民調 也是這樣子 那我們看到了總統大選選情 似乎進到了大家只是說 誰在爭老惡的狀況 而且是一強一弱 一極弱 應該是這樣子吧 那大家都在問 那接下來會有怎麼樣的發展呢 值得我們來探討 現在我們來介紹我們今天的來賓 第一位是我們的資深媒體 我們來鄭佩芬 佩芬姐 紫辰好大家好 我們的時事評論員 萬朗東 朗東 詠哥好大家好 我們的資深媒體員 林玉慧小芳 詠哥好大家好 我們的台北市議員 苗伯雅 詠哥好大家好 今天還有我們 國民黨的發言人 林佳芬 佳芬 詠哥好大家好 我們的資深媒體員 王詩琦 詩琦 大家好 我們看看 蔡總統到金門 看看他跟侯友宜的互動 看一下 823炮戰65週年 總統蔡英文來到金門太武山 烈石公墓 主持公祭追思 陪記得有國防部長邱國正 國安會秘書長顧立雄 總統參選人侯友宜 也以新北市長身份 申請出席 在中年店裡頭 蔡英文禮貌點頭 在外頭攻擊時 也只打了一聲招呼 氣氛稍顯冷淡 直到要臨場時 侯友宜把握最後機會 主動向前伸手 雙方握手 長達10秒鐘 和退伍政官兵握手勃感情 823炮戰紀念日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 在金門太武山出席軍人公墓追思 但其實鴻海創辦人郭台銘 在同一座山距離不到兩公里的無望再舉 合體藍營議長 紅原點積極拉攏 藍營人馬 國民黨真的要對你 基督黨的基督罰怎麼辦 國民黨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他現在已經四分五裂了 絕言國民黨四分五裂 也沒什麼大不了 郭侯現在還是王不見王 要幸福生活 要安全的長大 要安全的長大 學同仁要合照 郭台銘還不忘教他們一起呼口號 台灣人 在中國 像戰爭 戰爭 OK 感覺是笑 你感覺到現在嗎 同一天他也登泰武山 無望再舉送老周遍役當年 當場問外媒 擔心台海快戰爭了 我們兩個行程都滿滿的 第一個時間上有限 禮貌上也不足 我會再也找一個時間 去當面來跟郭董事長來請役 郭南銘之前 拋喝咖啡大聯盟 但侯郭見面比三股茅廬還艱難 另一邊民眾黨柯文哲 乾脆留在台北823到中列辭制義 難道是和郭台銘的金門 海事山盟 心裡還有陰影 我個人是不太認真去繳獲 比你見到郭董 我是不希望去扯 讓跟選舉有關 喝咖啡我跟你講 大家都是朋友 本來就 本來就沒有什麼條件什麼的 輕鬆一點就好 我們看一下相關的新聞報導 蔡英文出席金門823紀念儀式 與侯友宜同台向陣亡將士來獻花 我們看到總統在這裡獻花 這個是金門縣的縣長 陳富函 這個是我們新北市的市長 也是總統參選人 國民黨的提名人侯友宜 所以看看總統經過了 兩個人點頭互動 在這裡看到 然後總統也跟我們將士的家屬 來做相關的互動 823紀念活動 蔡英文指示金房部邀侯友宜 一起參加聽活動的簡報 所以大家看到了 所以侯友宜在這裡 那蔡英文也邀請了侯友宜 來聽我們相關的簡報 這是對一個我們院俠市市長的一個尊重 都要讓大家瞭解 那當然郭台銘 郭台銘因為他沒有公職 所以在這裡的話 因為這種簡報是有關我們相關的 可以讓我們這些公職人員瞭解的 尤其是一個新北市的市長 所以我們看到了總統沒有藍綠之分 既然知道侯友宜在這裡 當然就邀請他來 我們再看看郭台銘宣佈參選的 稱若沒有一宗各表 那就沒有九二公司 我們再看看郭台銘金門議會 發表談話的時候 有一個女的 這是激進黨的 她闖入 說鬧場來辱罵 她說你是個賣國賊 你為什麼要賣台 而且送她一個游泳圈說 你可以啊 帶著游泳圈游泳過去 學一下林正義 現在叫做林義夫 在民國六十八年游過去 那個時候我在金門當兵 齁 給這個游過去的人害死了 整個部隊大跳動 我的記憶猶新啊 所以呢 這個郭台銘說 摸米勒佛的肚子稱 笑可笑之冷 郭台銘問外媒說 你不覺得兩岸快戰爭了嗎 哎呀 竟然去問外媒這個問題 會不會覺得 老百姓我們台灣人民 會不會覺得他太過分了 這種自我實現的想法 是怎麼一回事 還是在替中共恐嚇我們台灣人呢 再看看八二三砲戰六十五週年 賴靖德提和平四大自助 展現台灣追求和平的決心 那侯友宜跟郭台銘提金門兩岸相關的政見 民進黨說你是不是啊 是否啊已經先認同一中原則呢 因為他們提的都是所謂的和平宣言 那八二三砲戰意義在哪裡 再反共啦 這才是真正的意義啦 所以王定宇說 泛然權貴順著中共的論調來舔共 這個時候今天的相關的一些報導 然後再讓我們看看 這個是資深媒體人 他說什麼 我們先來看這裡 郭台銘包下三大報的頭版 刊登倡議廣告 刊登和平倡議的廣告 大家都看到了 包括中時自由聯合 他只用這個方式 參選已經建在懸上 這是王陽明講的 郭台銘參選2024總統 宣布採取公民連署方式獨立參選 已經建在懸上 馬上要射出去了 王陽明怎麼講 他說郭振寧已經委託廠商 在全台灣訂做了250面大型的看板 這個我們老早在我們節目就講了 我們知道他老早就已經 把地點都已經給定下來了 而且都是最好的地點 都是在真正我們代議所說的好口 在虎口就是最熱鬧最容易看到的地方 他早就訂了 獨立參選已經站在懸上 也代表郭台銘這一波造勢是有備而來 所以我要讓大家知道我也在我們節目講過 我們率先獨家告訴大家 我知道郭台銘已經訂了八百台到一千台的影印機 因為我們如果要連署的時候 影印機是一定要必備的 因為你身份證去連署的時候要copy 然後黏在連署書上 所以一定要有影印機 我聽說我也講了 他訂了八百到一千台的影印機 哇這個已經建在懸上 所以從今天的八二三的這些活動怎麼來看呢 先從這個侯友宜開始講起來 所以因為他目前仍然是新北市長 所以我的瞭解是新北市政府 有透過管道去詢問說 是不是可以讓他站在蔡英文總統旁邊 真的 好那沒有關係 因為反正他也是新北市長 那所以就站在一起了 然後蔡英文也非常有禮貌說 金房部要請這個侯友宜 你一起來聽這個簡報等等的 我覺得這些都是好事 為什麼是因為八二三是一個 這個極具意義的日子 就過去大家這個為了要保衛臺灣 然後所以他們被調到這個金門那邊去 去去抗共 然後去打仗 然後那些都都是為了保護臺灣人民 那個時候不管你從哪邊來 不管你是先來後到 不管你是這個臺灣人 臺北人高雄人 大家齊心為了保護這個國家 一起在抗共 可是你看看今天 我會覺得有點難過的地方是說 那個精神叫做抗共 結果你們在那邊提什麼 這個要蓋什麼驚嚇大橋 也不管說到底是有需求 還是為了滿足對岸的期待 因為對岸對於土地上面的連接 這是一個極好的政治 而且這個在國際法上有問題 因為兩個國家 如果要蓋這種大橋的話 那是要簽訂一個協議的 而這個協議指的是國際協議 那今天會有這個協議嗎 中國會跟你簽嗎 這是國家對國家 也不可能這是一個國家對國家的協議 而且兩個國家的領土 連在一起的話 那是一個大事情 那個是對中國來說 多麼具有象徵意義 因為中國一連 他就說這是一國 他就講一國了 對啊 那所以那你去這邊提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不是就滿足了中國的期待嗎 然後你不是應該要反共嗎 那在這種狀況底下 他特別還挑八二三 在那邊大談 驚嚇大橋什麼要公投 我就覺得你們是不是搞跑錯棚了 你搞錯地方了 那所以這個精神上面 我覺得侯友宜今天在這個地方 還有郭台銘也在金門 但是你們都喪失了 當初八二三炮戰 真正抗共這樣子的一個精神 然後郭台銘還登那個廣告 我跟你講 我覺得廣告真是浪費錢 為什麼 人家有錢跟人家講浪費錢 對他來講這個 我看都對他來說是很小的錢 可是這是九牛一毛 可是那個沒有達到廣告效果啦 因為字太小 而且你你裡面 一下子講一中框架 你一下子講這個一中個表 一下子講九二共識 但是我覺得他自己其實都搞不太清楚 各個東西的這個不同 所以我覺得浪費錢 而且你郭台銘從七月二十三國民 安全大會一直在那邊重大事情宣布 重大事情宣布 一言再言一言再言 再來八月八號 再來八月二十三號 然後再來可能要九月三號 你磨到大家覺得你很煩 一點耐心都沒有了 所以啊 戰鼓響 這個債而協 三而衰 你已經多少次了 而且要看國民黨 叫我們去死啊 然後呢 我們的臺灣百姓也快要煩死了 欸 朗東 今天八二三滿有趣的 不過大家有很多地方 還是Focus在總統跟侯友宜的互動 然後哪有Focus在郭台銘在那裡 他們的立委跟議長跟他們的互動 當然還有縣長的互動 因為縣長是民眾黨的 所以現在可能縣長不會去跟他見面 另外Focus在我們看看 那郭台銘是不是該宣布參選 郭台銘現在是舉棄不定 他是享受那種很多人拱他 什麼時候要選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他因為會說九月 甚至最後一刻 然後才宣布說他要開始連署 九月馬上到 但是他現在已經準備好了 九月馬上到 所以你看到幾百台影音機都很羨慕 阿苗我們也都有弄過一些公民投票連署 那都是大家自發性的 要去便利商店 然後去印出來 沒有什麼影音機提供的啦 大家都是 影音機就在連署點 提供 他有傳真機 有傳真機更奇怪 照來講你不是本人應該去嗎 怎麼會去傳真給別人 然後去印就很怪 但他準備都準備好 不是啦 那影音機不是傳真機 影音機 對啦 有時候傳說有影音機啦 還有說他兩百多面看板 那所以說郭董他連署是勢在必行 但是八二三本來是一個抗共的 一個非常紀念性的一個事件 結果被郭董弄成好像在營共一樣 他還差兩千萬 說要弄什麼金門和平基金會 兩千萬 美金 美金 美金喔 如果差兩千萬美金 是要贊助臺灣的偏鄉學童 或者是說贊助弱勢族群 可能對他民調還有幫助 結果他還去弄一些什麼金門和平基金會 而且還指定說金門要做兩岸合作 找中國的學者啦 中國的學生那邊過來 這一聽就知道說 你就是要把金門變成是一個統戰基地嘛 其實金門本來就有很多中國 很多活動在那邊辦 金門大學今年四月都在中國臺灣網 上面說要增進對祖國大陸的了解 找臺灣的學生去那邊做網路直播等等 中國的學生自己失業率都兩成 多增進到四成 自己現在都取消 現在取消不公開數據 因為這失業很嚴重 那為什麼他要找臺灣學生去那邊 為了要做統戰嘛 那也包括是說連雲南 他也是弄了一個 跟金門大學的一個合作 就金門大學的教授 說希望能夠早日實現 成為兩岸融合發展的典範 換句話說 對金門 其實中國本來就是把那邊當成是一個統戰 修業績的地方 結果郭台銘還花兩下美金升級 讓更多臺灣的這些學者跟學生 去接觸中國這些統派這些思想 那對於臺灣怎麼沒有幫助嘛 所以我最後下一個結論 這件事情對郭董這個總統選舉 是不會有幫助的 原因非常簡單 他一直強調說 我要去跟中國對話 去化解中國的敵意 你連國民黨對你的敵意都化解不了了 你連克文哲就見不到面了 你要怎麼去跟中國談 他們光是談一個什麼初選機制 合作機制都談不出來 跟中國習近平 這種如狼似虎的政權 其實真的是沒什麼好談的 所以博雅這麼講起來 今天八二三大家在觀察這個時候 那重點應該放在哪裡 你會更focus那個重點 其實這個我覺得藍營這對八二三借題發揮 因為八二三炮戰其實是這個 在國民政府來到臺灣之後 那這個中共共產黨 跟中午國民黨之間開戰 其實所實在的臺灣是被波及的啦 被國共內戰波及到嘛 那所以藍營想要來借題發揮 想要說這是一個這個戰爭與和平的選擇 對不對 郭台銘提出和平宣言 在在都想要去暗示說 你投給民進黨就會有戰爭 要選擇藍才會有和平 可是我覺得這樣子的連結 主流民意是否能接受 我先打一個問號 民進黨在臺灣有兩度執政 一次是陳水扁八年 現在是小英八年 有戰爭嗎 沒有吧 沒有吧 臺灣被中共打 是誰在執政的時候 國民黨在執政的時候 我們臺灣才有被中共發動 八三炮戰被中共攻擊 所以說在這個日子 你要去連結說 會很可怕會有戰爭 好 現在國際上都在關注說 習近平會不會侵略臺灣 臺灣的主流民意 也在關注習近平會不會侵略臺灣 但是你回應這個主流民意的方法 難道就是提出一些 恕我直言 天馬行空的異想天開嗎 你覺得我說我要蓋一座大橋 就不會有戰爭 你覺得說我要發動蓋這個金夏大橋的公投 就不會有戰爭 拜馬祖 還有包括這個什麼宣言之類的 就不會有戰爭 前陣子中共不是來放話嗎 說哎呦你們這個在臺灣在這樣 我這個ECFA要把你停掉 那我們跟他簽什麼任何協議 有任何用嗎 他一句話就說我要把你停掉 就算你跟他和平協議 他可不可以召開一個郭台班記者會說 和平協議我把你停掉 就是這樣子嘛 所以我覺得郭台銘他一直在講主流民意大聯盟 我覺得他要先搞清楚主流民意在哪裡 現在臺灣什麼是主流民意 什麼題目民調做了 都會有八成以上認同 唯一只有一個題目 你的國家認同是臺灣人還是中國人 現在已經八成以上都臺灣人了嘛 還有另外一個題目是什麼呢 你認為臺灣應該維持獨立自主的現狀嗎 這個題目做下去也有八成的人會支持說 臺灣要維持獨立自主的現狀嘛 這才是真正的主流民意啊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搞主流民意大聯盟 你應該是要提出符合這個主流民意的辦法 而不是你三隻小豬在那邊研究個老半天 結果你連大野狼是誰都搞錯了 大野狼你怎麼會說是賴清德 現在臺灣外面只有一隻大野狼 叫習近平啦 你連大野狼是誰都搞錯 你三隻小豬湊在一起 你當然也不可能去贏過任何一個諸葛亮 就這麼簡單 我們也要來看看柯文哲 柯文哲應該本來大家猜說他也會去金門 結果沒去 他上次去金門跟人家海事三盟 海事三盟 結果哇 說大家都忘記了 隔天說開玩笑開玩笑 好我們看看 那昨天是七夕 不過徐耀昌在七夕的凌晨 就馬上跟國民黨切割 退出國民黨 在七夕投下了震撼彈 接下來七夕的時候祝侯友宜 請人節快樂嗎 郭台銘自嘲說 今天如果沒有海事三盟 今天沒有海事三盟 發表金門六大政策 侯友宜不敗會郭台銘 改日再登門請議 奇怪兩個人不是說要喝咖啡嗎 侯友宜不是說要敗會他喝咖啡嗎 那應該是很好的機會 昨天今天兩天在金門都可以喝咖啡 而且金門咖啡蠻好喝的 為什麼不去喝呢 不過柯文哲我們要來看他了 他今天跑到忠烈池不去金門 是畢和郭董見面嗎 他親曝原因說不想繳禍在一起 換句話講他是真的不想繳禍在一起 所以意思說 不要跟郭台銘搗禍了 跟他搗禍在一起不好 因為他要併購他 所以他煮麵算叫你搗禍在一起 不想跟他湯圓跟麵線煮在一起 好大家再看 大家都是朋友 柯文哲說 願與郭台銘喝咖啡輕鬆一點 那你今天應該去金門才對啊 他也不去 好我們再來看 弘毅臉 金門的議長 錢玉貞 金門唯一的立委 兩個人出席主流民意大聯盟的肇事 還幫郭台銘熱情夾菜 我們看看 兩個人一起夾 那真有默契 一般在夾是你夾你的我夾我的 他竟然兩個一起夾 好 訪陳氏中心 金門議長暗示參選會支持 郭台銘判 陳姓都來幫忙 黨既沒在怕啦 郭台銘金門肇事 陳玉貞相陪 議長洪雲典 怨國民黨 說國民黨你很奇怪哦 怎麼奇怪 洪雲典說國民黨四分五裂 沒什麼了不起啦 國民黨你們真的很奇怪啦 他自己是國民黨員 好 不怕黨紀 洪雲典說祝福郭台銘當選 恐怕成為需要長2.0嗎 所以當大家在看這個的時候 我們還有個新聞要讓大家再來看一下 郭台銘是不是選定了 綠軍的議員曝說 台灣阿明阿聯署規劃的聯署書都出來了 郭台銘還請了公司的副總 就是郭台銘的分身 由他負責和里長聯繫 郭此舉參選的正當性也越來越高 而郭台銘也準備了八百台的傳真機 所以郭台銘參選的可能性越來越高 你郭台銘願賭要扶輸啦 趙少康 報說台北市長選舉的秘辛 喊話郭台銘你要以大局為重 那趙少康也喊話郭台銘說 願賭扶輸 真名中說 對相信郭講話會算數 不過 你拌壞罵啊 郭台銘說你拌壞罵 這是楊秋星講的啊 但是國民黨說你拌壞罵還翻到 這個蠻有意思的怎麼來看 其實你要問我的話 我會覺得蔡英文這次到金門去 那個紀念八二三炮戰 他特別點侯友宜 然後郭台銘也在 就是說我覺得他做得很漂亮 就是說他就擺明了 中規中矩的侯市長 如果說今天柯文哲去 他也是老百姓 所以他也沒份 那郭台銘就根本就是局外人嘛 對 因為你什麼都不是 我覺得這個做得很漂亮 就告訴大家 你就是一個老百姓這樣 好 那另外就是說 大家講郭台銘 剛剛講話還是一大堆 可是我覺得這一次選舉 如果沒有郭台銘在攪局的話 其實這次選舉沒什麼樂趣 你知道嗎 因為三個政黨的提名人 賴清德中規中矩的在裡面選 對 那柯文哲雖然嘴巴胡說八道 但是他也還好還守本分 那侯友宜本來就是個比較木辣的人 所以三個人在那邊選舉 如果沒有郭台銘繳獲 你想這場選舉有樂趣嗎 沒有趣味的 一點趣味都沒有 而且沒話題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每天的話題 那郭台銘我覺得我一路看他從這個五一七被徵召落選以後 他一直說七月七二三之前要這個鍋上喉下第一個 然後那個去不了的時候又又又在那邊繞 你知道嗎這一路他丟出了多少東西 又要阻擋 有此一說 對 後來又說不阻擋 因為我已經笑過了 你沒有那個份量 你阻什麼檔 你知道宋楚瑜也好 李登輝也好 臺年黨然後清明黨 到現在你知道 在國會裡面根本沒有席次 如今安在齋 對 所以你如果說郭台銘 好 他然後說金門剛剛那個講 金門要這個兩千萬的 那個美金要什麼什麼 還記得四年前 他曾經說他要在那邊 成立一個類似學院 訓練年輕的從政人士 對 年輕 後來就沒有 就不了了之 郭台銘常常這樣 他講 他今天講的話 明天會不會落實不知道 兩千萬美金請他現在就拿出來 他只是announce而已 對 他只是宣佈而已 對 然後到底會不會拿出來 不知道 隨時可以毀約 對 然後還不只能道 他然後又完了 他為什麼要逼郭 跟柯文哲配 因為他現在找不到副手搭檔 因為他如果跟郭台 柯文哲配的話 就沒有那個問題嘛 他選證 柯文哲選副 但是對 但是他現在沒有副手 所以你說他準備好什麼連署格式 那個都是假的 因為連署書是最後要選選委會拿出來給他 那個正式的 還沒公布 那個才正式 而且當你去登記的時候 九月三號 九月十幾號要去登記的時候 要有副總統的人選名字 對 他現在沒有嘛 所以他九月怎麼樣去連署 還不知道 那九月三號你知道都是時間 你說拿錢出來登廣告對他來說是太小兒科 但是我覺得你知道他的幕僚門 他的這些顧問群門 確實幫他想了很多主意 包括他要打造臺灣未來三十 黃金三十年 你知道我常常在笑他 他就算跟柯文哲合起來 都沒辦法組織一個政府 因為沒有人嘛 對 然後你還要打造黃金三十年 我就在笑說當年的十大建設 有趙耀東 有李國鼎 有孫韻璇 這些高手一起搞出來的東西 然後你看他那天環路移民 就他一個人站在那邊講話嘛 他任何場合好 陳玉珍也好 還有那個金門副議長也好 那些人沒有異議嘛 一個議長在金門議長兩千票就可以當選了 所以那個根本不是什麼問題 所以我覺得蔡英文已經擺明了 你就是一個 一個 一個特別的人 那我覺得他講的黃金三十年 口號很漂亮啊 然後好像願景也很好 你根本做不到嘛 然後講久了以後會恋人厭惡 我覺得所以他越早 越搞 越離譜 然後你知道嗎 幾百台的什麼影印機那些 那沒有意義嘛 你知道宋楚瑜當年 聲勢那麼大的宋省長 他也說他要連署一百萬份 結果三十萬份都是傅昆 幫他弄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你要叫人家掏出身份證 來幫你連署 那不是很容易的事 有點困難 不過看到了黃陽明講說 他已經把兩百五十面最棒最棒的看板 已經開始發包要做了 然後呢 我們所瞭解的八百台到一千台的影印機 也準備好了 然後呢去到金門 你看陳玉珍 洪玉典一起幫他夾菜 然後他會不會在九三軍人節 九三軍人節是個大日子 因為那天是我們所謂的秋季 總統也是要到總統 內政部長 國防部長這三個人 中列寺 要到中列寺 總統要在正殿 要祭典 然後內政部長要在文烈寺 然後國防部長在武烈寺 這是國家的大事 九三軍人節如果那天的秋季 他會不會宣布呢 大家都在看的時候是蠻有意思的 不過看這樣子的話 國民黨敢不敢當 家鑫 會緊張嗎 沒有啦 其實 沒有 有沒有 沒有 我坦白講 因為四年前其實有在國團隊待過 他今年套路跟四年前幾乎是一模一樣 那剛剛其實很多前輩有提到 他的一些反應 其實當初我們最早聽到 他確實是本來是準備823要宣布 但是因為那個後來很多份民調出來 包括其實八月初謝典林議長 我必須坦白講 其實八月初有個關鍵 我自己觀察 是謝典林議長的表態 因為那個表態 他其實本來是 好像說有點議長內部有點在催 說郭台銘先生要趕快表態 然後有人扮白臉 有人扮黑臉 結果謝典林議長出來講說 不支持獨立參選 他讓媒體輿論上 客觀造成一個效果是 大家覺得這些地方派系 好像不挺郭台銘的 所以郭台銘因為謝典林的 這個動作有點退縮 其實我們自己內部觀察 是有關鍵是八月初 本來七月底 八月初的時候 郭董的氣勢還蠻高 他內部民調那時候有15% 甚至可能有人認為有20% 但後來我們看到陸續出來 他其實只有10%左右 今天這一份8% 那你今天是老四的時候 你要去怎麼樣整合老三老二 老二老三不會聽你的話 他們兩個爭老二就好 所以我覺得現在 其實郭台銘現在面臨一個 進退為國的困境 剛剛有提到 他想要找柯文哲當副手 柯不理 想要找國民黨徵召他 或是再跟他合作 現在暫時不可能 兩個都要走自己的路 那你要做一個素人獨立參選 剛剛提到表格 其實沛文傑有講到關鍵 中選會根本就還沒有公佈 還沒公佈 現在媒體 我今天有看到平面媒體有發 那個表格是他們自己內部 聯繫作業的表格 那個不是連署表格 他們的計畫 說你 佳馨你要300分 佩文傑你要200分 他只是在分配 他們在聯繫里長 但是坦白講 我們現在到有地方選舉經驗 都知道 這個不是你直接接觸里長而已 是從議長到議員到里長 這三個要一條邊 你才有辦法真的動員起來 你直接去接觸里長 其實那個是非常困難的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說 他的所謂競選團隊好了 這樣子的作業在我們來看 你要展開一個合格的獨立連署 我看是非常困難 可能要靠綠營的朋友幫忙 才有可能衝過去 綠營的朋友幫忙 想幫他 我們聽到很多綠營的朋友 真的很想幫他連署 你們會不會去幫忙 老師講大家是開玩笑的時候 是都說會了 可是當你要把身份證 跟你一些個資料交出來 我覺得到最後那個關卡恐怕